金毛脚趾凤毛要不要剪 金毛的脚趾凤毛是需要修剪的 如果脚趾凤毛发展的过长过多 很可能会使狗狗站立不稳或滑倒 从而增加脚步变形的风险 比如内八字脚 另外金毛的脚垫处还长有全身唯一的少量汗血 因此在下季 剃光金毛的脚趾凤毛 仍让它更加凉爽 一般来说 狗狗的脚趾凤毛 至少需要两周修剪一次 不然就可能疯涨 脚趾凤毛一般是要求不超过脚垫即可